说着话,楚阳突然警惕起来,如临大敌,借句的看着吴倩倩,他急促的说道 吴师姐,我可没做啥坏事啊,你不能这样,这可是光天之下,朗朗乾坤 吴倩倩的俏脸上,清晰的升起来三岛黑线,这货如此叫喊,倒像是即将要被人强暴一般 怎么会呢,我们这次只是奉了我父亲的命令,来给孟师叔送个口信,请他老人家过去商量事情的 吴倩倩一拍额头,无语的翻翻眼珠,这才想起自己这一行的目的 可是我很害怕啊 楚阳依靠在吴倩倩身上,似乎吓得身子都软了,全身重量都靠在人家姑娘身上 嘴里还物质的哭哭咧咧的 我,我无权无势的,功夫也不高,在宋门就是垫底的,你们巨云峰和索云峰确实弟子众多啊,万一要是 我哪惹得起啊 不会的,不会的,吴倩倩赶紧安慰,这件事情没什么大碍 可怜的小姑娘还不知道李师弟的腿已经断了,而且鼻梁骨也碎了,现在还躺在地上等着自己去救呢 那万一要是宗门则问,吴师姐,您可得给我做主,秉公作证啊 楚阳继续拖延时间,务须要让李剑银的伤痛最大化 他一边哀求着 刚才的事,您可是从头到尾都看在眼中的 这个李剑银来了就骂我师父,对吧 然后我出来,他又骂我是废物,对不对 后来要跟我比剑,我甘拜下风不敢打,他却说要杀了我,对不对啊 拔出那么风烈烈,明晃晃,杀气腾腾的常见 我的天哪,追着我,那是穷追不尽,对不对啊,我差点就被他杀了,对不对 他一连串的对不对,口气中虽然是可怜兮兮,却是充满了寻寻善幼的意思 吴倩倩自然而然地顺着他说的开始回忆 一幕一幕地想过来,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 楚阳所说的,那可是铁一般的事实,一点也不错啊 他不由得心中不满 这个李剑银,太过分了 不说别的,就指辱骂孟师叔这一条,若是反馈上去,那就是一条大罪 更不要说居然还想拔剑杀死自己的同门师弟,而且还付出行动了 楚阳心有余悸地磨了把冷汗 幸亏他自己摔倒了,要不然,吴师姐,要不然我就 他说到这儿,不再往下说,可怜兮兮地看着吴倩倩 不过,他自己摔倒了这句话,他也真好意思说出来 要不然,你就被他杀了 可怜的小姑娘很轻易地就上套了,他顺嘴就替楚阳接上了这句没说完的话 对呀 楚阳猛地一拍手,发出了啪的一声,很是英雄所见六月彤的欣慰感 还是吴师姐明见万里,洞彻是非,公正公平,慧眼如巨呀 吴倩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但是却又觉得对方的话也没错 他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再加上一连串的夸奖 毕竟是少女心性,居然觉得有些飘飘然起来 就在这时,李剑寅终于从深深的土坑之中抬起头来 他受了伤,却没晕,耳朵中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楚阳三言两语之间居然就变成了受害者 他险些气得直接狂喷鲜血而亡 但是喉咙里头还堵着好大一块泥土,想吐血也吐不出来 他忍住剧痛,用手指挖了挖口中的泥土 至于喉咙里头实在咽不出来的 他也是憋气憋得狠了,居然狠了狠心 猛的一伸脖子,一使劲咽了下去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再不弄走那块土 李剑寅就会活生生的被憋死了 楚阳和吴倩倩眼睁睁的看着李剑寅脖子越伸越长 脖子中间就像一条不大的蛇吞了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 好大一圈凸起,顺着脖颈慢慢的往下落 终于咕咚一声,消失了,脖子恢复原状 两个人看了不由的军士瞪直了眼睛,咽了口唾沫 这还真恐怖 噗了一下 李剑寅终于一口血痰吐了出来 拉风向一般的呼呼的喘气 窒息的难受,居然让他暂时忽略了断掉的腿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不过,这毕竟是不长久 很快,腿上的剧痛,脸上的剧痛 肚子里连沙带石带泥土咽下去好大一块 拉得肠胃也在火辣辣的痛 这一刻,李剑寅恨不得自己干脆死了算了 切切实实的领悟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痛不欲生 想要骂人,却一时还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李剑寅终于抬起头来 他猙獰的看着楚洋 楚洋,你打不着 我不会放过你了,今生今世 我跟你不死不休 哎呦 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 他本想在心上人面前表达一下自己的硬气 但是却实在是忍不住 楚洋不由得一哆嗦 吴师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 吴倩倩安慰道 楚师弟放心,这件事情我全程目睹 怎么会让人为难于你呢 李师弟也是一时气话,你不必介怀 地上的李剑寅呵呵两声怪响从喉咙里头发出来 翻着白眼不可置信的看着吴倩倩 他终于崩溃了 全程目睹 您都全程目睹啥了 我都快被人玩死了 就在这时,吴倩倩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他一声惊呼 李师弟 你的腿 接着又震惊起来 你的鼻子 李剑寅泪流满面,以头抢地,砰砰有声 亲娘啊,您终于发现了,可怜我身受重伤可能残疾啊 心情激动之下,他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天外楼的后起之秀,第二号人物的儿子居然当众豪哭 这件事儿,让刚要过去的吴倩倩脑筋有些短路 他眨了眨俏丽的眼睛,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真的很疼吗?至于这样吗?咱们可是流血不流泪的江湖人啊 他却不知道李剑寅实在是因为郁闷冤屈,又加上实在是疼痛难忍 其实最大的郁闷就来自吴倩倩 便在这时,紫竹林中一阵速速作响,两个人快速地奔了过来 什么人再次喧哗? 楚阳?发生什么事儿了? 却是石千山和谭谭到了 两人一见门前这乱糟糟的场面,顿时就目瞪口呆 大师兄,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楚阳悲愤地叫道 现成的挡箭牌如何不用?这可是霍水东流的最好机会 狗咬狗的戏大家都喜欢看 刚才我险些就被人给杀了,就在咱们门口 这家伙一来就骂师父,然后又骂我们是废物 石千山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石千山虽然心机深沉,但这件事情却无法置身事外 若是有人辱骂师父自己还无懂于衷,那么自己在师门之中还怎么混呢? 更何况,石千山平生自负 自认为无论心机手段和努力程度,在年轻一辈人中,那是无人能及,一向以门派大师兄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如今被人辱骂废物,是可忍输不可忍 当真 石千山脸色阴沉沉的,两眼一眯,很有一股子不怒自威的意思 吴倩倩一看事情要闹大,他急忙站起身来施礼道 石师兄,这事儿是我们不对,李师弟他年纪又小,可无遮拦,还望石师兄息怒,免得伤了我们同门合计啊 吴倩倩这句话姿态甚低,而且也很委婉 他说出这句话,可说此事化解已经成为定局 但同样的,他这句话说出来,却是切切实实的为李剑淫做实了罪名 石千山只觉得眼前一亮,出现一张骨色天香的脸庞,他不由得贪婪的看了一眼 正色道 原来是巫师妹,既然巫师妹这么说,我也就不追究了 说着终究是忍不住纳闷起来 巫倩倩一站起来,他刚才遮住的李剑淫就露了出来 看到李剑淫一把鼻涕一把泪,满脸血污,悲惨得生不如死的样子 石千山也吓了一跳 这家伙是谁啊,竟然还在哭 我晕了,这也不怕丢脸吗 我靠,这到底是谁受了欺负啊 再看看楚阳,除了身上尘土很多,貌似很狼狈之外 基本上没啥异样啊 其实楚阳身上的尘土也是自己挖掘金血悬身时候弄的 难道这个人是被楚阳打伤的 石千山一时间没认出眼前这个活泼了的猪头一样血淋淋的家伙就是李剑淫 心中不由得纳闷 但是他一句我不追究了,却惹了麻烦 石千山,你居然还想追究,你追究你大爷 李剑淫咳嗽着叫妈起来,愤恨得几乎吐血 你,你,你他,你他妈的,石千山,我唱你六九 老子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们几个小杂种,竟有让你们生不如死啊 受到如此奇致大辱,可能一生都不会恢复完全的惨重伤势 李剑淫心中的恨意已经蓬勃而起 不仅仅是楚阳,紫竹园的任何人对他来说,那都是生死大仇,甚至包括孟朝然在内 若不是他交出这等族地,我自己怎么会这样 不放过我 石千山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就凭你,也有这等资格 你什么时候来,我石千山便什么时候等着你 你敢来一次,我石千山就敢打一次 若是惹恼了我,我石千山也不是不敢杀人的 说到最后一句,似乎感觉自己说话很有气势,而且很幽默 他还呵呵地笑了两声 石千山并不是没脑子的人 这话说出来,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楚阳的修为在天外楼同辈弟子之中近乎垫底 而面前这个家伙居然被楚阳打成这般模样 那么这个家伙得废柴到什么程度 这种人莫说来一个 就算来一百个,他石千山也是丝毫不惧啊 再说了,还能在巫师妹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英风豪气 英雄形象,这何乐而不为啊 楚阳啊楚阳,你这次可是给我创造了一个出一个大风头的机会啊 说不定这事闹大了 宗门里的长老阁都会看上自己 到时候只要让自己见了面 自己就能彻底利用起见面的机会 一举月龙门 石千山说出这句话之后 只顾着自己摆出一个玉树临风又孤傲出群的造型 想要吸引乌倩倩的注意 却没发现乌倩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眼见的这个事情就能这么暂时接过 他却说出这么决绝的话来 李建银岂是好惹的 更不要说李建银还有一位父亲 他的父亲那可是自己的二师叔啊 天卫楼除了长老阁之外 宗主之下第二号人物啊 你们的师父孟师叔才排第十而已啊 一听到石千山这句话 李建银血污破碎的脸上露出一个猙獰的笑意 石千山 这话是你说的 废话 石千山大意凛然 楚阳乃是我石千山师弟 不管你是什么人 想要找我师弟的麻烦 除非先过我石千山这一关 楚阳心中暗叫 说得好啊 石千山 你真是太有才了 嘴里却感动得到 大师兄 给你添麻烦了 这叫砸死化尾 不留后患 石千山潇洒的一白手 楚师弟 你这是说什么话 咱们师兄弟之间何谈麻烦之说 居然又做出一副福然不悦的样子 似乎楚阳不让他管这麻烦 就是看不起他一般 旁边的谈谈自然不知道楚阳在玩心眼啊 感动得险些哭起来 他抽出着浓重的鼻音 大师兄 你 你真好 谈谈 你也一样 你也是我师弟 要是你有事 雷兄自然也会义不容辞的挺身而出的 石千山充满神情 我做大师兄的 自然要为你们挡风遮雨啊 要不然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分 难道都是假的不成吗 倡议 重情义 有担当 这种男子 天下女子谁不喜欢 你乌倩倩岂能例外 第十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